上周六十十门一年一度的肉粽节 有别于以往 今年特别选在白沙湾来举行 为的就是要在这里重现 传统语法砍钩的捕鱼技艺 现场由市长朱一伦带领之下 与渔民一起体验 同心协力跨着一致的步伐 一步步将绳子拉上岸 体验一回不一样的肉粽节 端午佳节将近每到此时 就是十门一年一度肉粽节登场的时刻 上周六在市长与区长合力 拨开特资的百金十门众之后 也为活动揭开了序幕 而今年有别于以往 特别选在白沙湾来举行 为的就是要在这里重现 传统语法千古的捕鱼技艺 现场不但让民众亲身体验 市长朱立伦更是带领着民众 同心协力 跨着一致的步伐 一步步将骨绳给拉上岸 小朋友来 体验您的 我们今天这个看过 让大家年轻的朋友 很多的观光客大家一起体验 也可以了解过去渔民的辛苦 大家团结一致 非常有趣 除了白沙湾之外 还有这个林三比的游戏区 还有我们最近比较夯的 这个老梅的律师潮 还有台湾西北的富贵角灯塔 石门洞 这些景点都欢迎我们游客 可以来利用夏日时间 来这边做一个轻体验 还有深度的旅游 借由肉粽节的活动 石门区长也鼓励民众 来到石门 不只是有各式各样的石门众 提供民众享用 还有很多私房景点 像是老梅律师潮 百年富贵灯塔 都值得民众驻足 而千古渔法 对于不少民众 都是第一次的体验 还有小朋友也卖力地拉着股神 希望可以补到很多渔获 这个很重 很重哦 希望拿到很多鱼吗 对 真的是很棒的体验 第一次 第一次 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棒 渔民很辛苦 这样子拉真的很辛苦 真的 而今年的活动 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520主持 总统就职的客家妹 陈明珠 也担任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与民众来互动 一旁还有伴着 渔美人 蜘蛛人 和女超人的工作人员 现场发放 1000颗的小肉粽 让民众品尝 希望来参与活动的民众 都可以体验一回 不一样的肉粽节 记者 廖品涵 石门 采访报导